- 真不好意思喔,內政委員會有發便當 好啦,最後一個,請大家辛苦一點,不好意思 來,請農部長好嗎 我盡量縮短時間 我看記者也餓壞了 其實,延續剛剛許委員的問題 其實剛剛在內政委會有討論 那當然,這個陸委會 陸委會是有關於中國事務,兩岸事務的主管機關 但是整個,不管是中國的錄影節目,或者是廣播電視節目落地 這是文化部,現在是文化部的權責 那其實剛剛啊,剛剛這個王主委 他其實已經答應,回去要跟你們討論 我先幫你報,先報給你知道 因為,我想剛剛好像也有質詢 因為,一個整合性服務的小耳朵提供者 在各個社區都受 都受,告訴說他可以接收到這個 中國中央電視台這個地方的,包括湖南衛視 他其實已經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根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5條 坦白說,文化部可以做這樣的認定 不是沒有法令 這剛剛在許委員後面,我的討論 這個主委認為說,下次應該要找我去開會 是他說的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部長你了解嗎 我了解 我說什麼你了解嗎 我知道,我了解 了解 是不是 針對 部長的見解是認為說,兩邊應該對等 對等 那央視如果要落地 也提供給台灣的電視 落地的機會 雙方對等 那就可以 這我也完全支持 我也完全支持 其實我過去就是這樣的態度 那麼 但是現在 現在這個小耳朵 它其實是偷跑 部長 你知道 在台灣哪裡可以看到中央電視台 其實應該在某些旅館裡頭 酒店裡是可以的吧 旅館裡面就有對不對 有的社區也有 你知道吧 我聽說了 你聽說了 那你覺得 既然 既然我們在討論對等落地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問題 還是說這個部分無所謂 其實二委員是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 這個 落地的問題是 我們正在進行 我們進行專業的評估 那我自己個人 我不知道你容不容許我說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因為我們自己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 對於以前的政府 在威權時代 由政府來決定 人民可知道什麼 不可知道什麼 對於這一點 我們是一向是非常反感的 那如果說現在時過境遷之後 我們現在變成政府來告訴人民說 你可以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 我覺得這個手段 跟這一個立場 是真的需要深思的 需要辯論 那你就開放央視落地就好了 部長 你怎麼現在回到這個問題 沒有對呀 所以我就說我們正在進行評估 我跟你講 這事情不那麼簡單 新聞自由 或者是文化自由發展 自由擷取資訊 這些價值我們都了解 我們都了解 但是現在的兩岸關係條例 要不然你就修法 你提出來 然後就大家討論看看 應該更自由 這我不反對討論 但如果現在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那你碰到問題 更何況你剛剛 你原來告訴大家的態度 你認為央視跟我們要對等 那如果這個沒有做到 但是央視卻透過 這個 這不同的 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方式 進到我們的社區 實質上落地了 那你告訴我 你的對應 你的應對呀 你的對應知道啊 你是要面對這個問題去解決它 是委員 我們正在進行評估嘛 是 我剛剛是講到說 我們要進行評估 要進行評估 因為這牽涉到非常多的層面 是的 部長 我們還在評估中 已經是很久很久的問題了 還在評估中 對呀 這個很久的問題 一直沒有去解決 是 根本沒有開過會 要不是敗江敏坤之事 這個事情就視而不見 嗯 什麼 嗯 我說你說的是對的 他很長的時間被視而不見 是的 也沒那麼長啦 大概就是馬政府 上任 喔 那我搞不清楚 因為 你搞不清楚 局長混很多 馬政府時代更多 哈哈 你所以你 你也同意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進一步研究 對不對 是的 我覺得是要研究的 我告訴你啦 當場跟你檢舉 好 這家公司叫星衛 不是安衛的安衛 啊 新舊的星 衛星的衛 星衛公司 好 他既沒有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其實已經違法了 好 那麼他的母公司 其實是香港博衛 香港博衛 嗯 那麼代理那個 呃 落地的頻道 齁 從央視湖南電視台 中央地方的解放軍的 通通有 這是一個問題啊 我們 他是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啊 我們我們會 我們會跨部會的協商 會 會討論這個問題 是的 結果結果 今天問路委會也還沒開會 是 你們也沒有開會 對還沒有 那個 我們過去這些老同事 你們不要欺負龍部長 有事情要跟他講 來另外 另外喔 我再請教你 你是餓婚了嗎 部長 我質詢的猶豫是 我是覺得大家餓了 我告訴你 我可不是潘世偉 對不起 來來來 部長你在笑什麼 你高興什麼 哈哈 我是想到我剛剛做嗯的回應 實在是很不恰當 哈哈 我在笑我自己 就是 這個肚子餓了打嗝的新方式 覺得這樣的方式 這個 在立法院不恰當 不會啦 無所謂啦 因為 因為明天 明天你要請我們跟李安吃飯 對啊 前新聞局長 我們全部都要 所以我 對 全部都要 所以我對你那個嗯不在意啊 明天吃飯的時候不要這樣就好了 好啦 其實喔 我剛剛看到有些委員質詢啦 我不反對 我不反對 這個李安 然後文化部借著李安 李安的效應 舉辦一些活動 啊 但是 就舉辦這活動 煙火放了以後 文化部 準備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在談兩岸的 這個 兩岸未來要談這所謂的文化前瞻論壇也好 我們自己的實力如何鞏固 到底到底文化部 要李安來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什麼 我們要拍什麼樣的大戲 來部長你 李安那天你要宣布什麼 嗯 李安在 我們明天會有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裡頭 我們希望跟李安一起 還有一些我們在地的紀錄片的導演 特別去宣布說我們要宣布一個 我們有一個紀錄片的旗艦計劃 這是一個 那另外明天晚上的這個 這個計劃是怎麼樣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計劃是明天在記者會裡頭要宣布 因為我們的 我們覺得就是說 以台灣現在的這個 自由民主的生活狀態裡 其實是紀錄片的一個最好的 最大的優勢 那我們希望 以前在以前的這個 預算的結構裡頭 紀錄片佔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那所以 那現在呢 現在準備準備用多少 呃 我們希望推出 希望也得到立法院的支持 行政院的支持 我們希望推出一個五年五億的計劃 來複製紀錄片 紀錄片 五年五億的計劃 光光對紀錄片 所以明天會跟李安一起宣布 是是 李安有要來拍紀錄片 也希望 李安有要來拍紀錄片嗎 呃 沒有我們明天是安排了李安 跟我們在地的幾位紀錄片導演 一起來關心這個紀錄片的發展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商業性的電影呢 或者是 或者是 藝術型的電影 這個是 劇錄片的電影 對我們在原來 就是說 呃 前面好多任的新聞局長的打下來的基礎上 事實上 我們在 在用福老星的政策 或者是在人才培育的政策 以及 呃 產學合作的方面 是 呃 一直文件的在走 好啦 部長 我看我們再早時間交換意見 齁 時間的關係啦 我其實講一句就好 齁 我們 我們上次在這裡講過 齁 我們面對 中國他的官商資本那樣的一個平台 齁 這是不可原諒的事情 這是一個把我們台灣這麼稀有的平台 齁 然後浪直 齁 完全無視於我們整個整個整個影視發展 齁 一波再波 公視的齁 一個公共電視性質的時段齁 齁 齁 那麼 這本來是應該培養齁 齁 去促進我們台灣這個台灣這個影視發展 人才 人才這個提供機會的一個一個一個平台 齁 齁 然後不斷在不斷在播這個中國的影片 齁 坦白說你說的配額十部啊 齁 他其實化成電視節目化成已經 已經這個千千萬萬步 齁 不要拘泥就只有在這個這個這個電影院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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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